生命纪第31章 摩西又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 对他们说 我现今120岁 不能再照常出入了 伊和华也曾对我说 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 伊和华你的神要亲自领你们过去 从你们面前消灭这些国的民 使你们得着他们的地 照着伊和华说过的 约书亚要亲自领你们过去 伊和华对待他们 必好像从前对待他消灭的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西红和鄂 以及他们的国一样 伊和华必把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照着我吩咐 你们的一切命令对待他们 你们要坚强勇敢 不要害怕 也不要因他们畏惧 因为伊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 他绝不撇下你 也不离弃你 摩西把约书亚召了来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 你要坚强勇敢 因为你要和这人民一同进入伊和华 向他们的列祖启示 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 你也要使他们得着那地为业 伊和华亲自在你前投行 与你同在 他绝不撇下你 也不离弃你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惊慌 摩西把这律法写好了 就交给台伊和华约贵的 立位支派的祭司子孙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摩西吩咐他们 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 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 祝彭节期间 以色列众人来到伊和华 你的神选择的地方 朝见他的时候 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把这律法宣读给他们听 你要召集人民 男人 女人 孩子 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 叫他们可以听见 叫他们可以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叫他们 还不认识这律法的儿女 可以听见 是他们在你们过约旦河 去德维耶的地上生活的时候 一生学习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你的死骑临近了 你要把约书亚召来 你们二人要站在会幕里 我好吩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前去 一同站在会幕里 耶和华在会幕里 在云柱中显现 这云柱停在会幕的门口上面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你快要和你的列祖长眠了 这人民要起来 在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在那地的人中 与外族人的神行邪淫 离弃我 破坏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到了那日 我必向他们大发烈怒 离弃他们 也面不顾他们 他们就必被吞灭 并且遭遇很多灾祸和患难 到了那日 他们必说 我们遭遇这些灾祸 不是因为我们的神 不在我们中间吗 到了那日 因为他们偏向了别的神 和所做的一切恶事 我必颜面不顾他们 所以 现在你们要为自己 写下这首诗歌来 教导以色列人 放在他们口中 使这首诗歌成为我反对他们的见证 因为 我把他们领进了 我向他们的列祖 启示应许的地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他们在那里吃饱了 发胖了 就必偏向别的神 侍奉他们 藐视我 破坏我的约 他们遭遇许多灾祸和患难的时候 这首诗歌 就必在他们面前作证 因为这首诗歌 必不会从他们后裔的口中忘记 其实 我还未领他们 进入我启示应许之地 以先 他们今日心里所怀的意念 我都知道了 摩西就在那一天 写下了这首诗歌 教导以色列人 耶和华吩咐嫩的儿子 约书亚 说 你当坚强勇敢 因为你要领以色列人 敬我向他们启示应许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把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直到写完了 摩西就吩咐台耶和华约会的立位人说 你们要把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会旁 可以在那里做反对你们的见证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悖逆和应景 看哪 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了以后呢 你们要把你们各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集到我这里来 我好把这些话说给他们听 并且呼天唤地对他们作证 因为我知道 我死了以后 你们必完全败坏 偏离我吩咐你们的道路 在末后的日子 必有灾祸临到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必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以你们手所做的事 惹他发怒 于是 摩西把这首诗歌的话都说给以色列的全体会众听 直到说完了